下面我们通过这段视频教大家学习如何调试滚刀 先装上鸭头 用扳手将鸭头领紧 装上鸭头后我们来进行调试刀架 先用扳手松开刀架的平移螺母和水平固定螺丝 松开后刀架可以水平左右移动 调节与鸭头的距离 然后我们可以先松开头刀的垂直固定螺母 粗略地调节滚刀的大概高度 这样便于我们后面固定刀架的水平位置 接着我们要通过刀架的平移调节螺母 调节头刀架的距离至大概0.5毫米左右 在确定好头刀与鸭头的距离后 将刀架的平移调节鸭头的水平位置后 接着要调节头刀的高度 通过通过头刀架的垂直调节螺母 将头刀的高度调到最适合的位置后 固定临紧 在固定好头刀的水平和垂直位置后 接着调节二刀的水平和垂直位置 在松开二刀的垂直固定螺丝通过旋转二刀 可调节二刀与鸭头的距离 再确定二刀的水平和垂直位置后 最后将固定螺丝重新拎紧 仔细检查两把滚刀的位置 再确定没有问题后 检查各调节螺丝 并一一将它们拎紧固定 这样就完成了滚刀的调试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调试完后封口的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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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